我希望性价比高 我都想试买回的 当你没买就是走保了 今年Christy的春仔 那些标都很碰当 我希望借着今集 分享这一期拍卖会 铁宝指南 200多个Lock 我没有人直接标我都推荐 性价比高的手标 我的心头号 没有人可以逃得过金星火 其实我选大部分性价比高的标 十万留下 全部都是贵金属 有部分还有鑽石 冷碗一点的 是属于一个独立製标人的品牌 叫做Dan Wolf Dan Wolf 如果大家对中标业界熟悉的 都知道这个品牌的考虑 就被Bulgari收购了 除了限量版是触白金之外 标的显示时间是很特别的 Jumping Hour时间 你看到10点钟是12点 另外这里就是那个分 是叫做蝴蝶式 我记得在读Papillon 用Papillon的蝴蝶 这个设计 它显示分的变动 当分针到60分 第二支针就准备了 就在0里走出来 所以蝴蝶是异的 而中间的是一个秒针 这个也是品牌的设计 如果大家看过我其中一集的 Bulgari手标 其中一款的碗标 都是基心设计的 而且款式很特别 因为这些标 Dan Wolf最令人抢眼 最吸引人的眼球 就是Case的设计 它又不是圆 又不是走筒形 又是自己的很名仰的款式 它是自己独装的标认 你看到这个壳 我自然就想起Dan Wolf 你喜不喜欢这件事 而它的价钱 它的开始笔 都是6万元 是不是很划算 当年我也有 走保的标 就是Jumping Hour的VC 和一般的VC 其实很不一样 而且是透底的 挑工工夫都给你了 为什么又要选择它 因为开始笔太吸引了 6万元的 是白金来的 今次的售仇有两个 一只白金 另一只黄金 如果买不到就买那只 我也会下笔 不然我希望肯定性价比高 我也会试 我也想试再买 多年没买来走保 但现在买呢 可能便宜了很多 便宜回到保 早买又早享受 前买便宜多 这个不知便宜多 哎呀 今天说了之后 会不会多竞争对手呢 哎呀 早知不要说 不要剪下去 对吧 Skeleton 来说 我经常说以前的造工 比现在更好 因为现在很多品牌 集团化了 唯有追溯 所以工就少了 但以前很多品牌 都是独立制标品牌 变成了他们的感情和心 就更多 所以看到以前的VC 他的挑工 是会仔细 用心一点 去做的 以前的标来说 没有那么大 只有三十多 所以现在看得到 那些女装标 但以前是男装标 薄的 只有时分 所以没有特别 太复杂功能的时候 就可以做得薄一点 而且最重要的是 哇 又是六万元起跳 你怎么会不吸引呢 卡帖 卡帖 转标 不转石 大家都知道是 不能输的了 那他跳标多少 他跳标 都是六万元的 白金 都变成了石 连扣也有石 虽然是银标 但如果你买来送给 你女朋友 老婆 妈妈 没得输的 皮带 你怎么换得 对不对 哇 做了一件事 带都很新鲜 是不是 人们买回来 没带过 过往 我很少说到 pocket watch 的 auction 香港不是那么流行 通常在外国的 卡帖 都会看到很多 pocket watches 这款 我为什么想说 第一这个座 会更新鲜 而且你看到 它的设计 跟一般 pocket watch 很不同 pocket watch 通常是缘的 而这个是什么 它是ofo 你懂得标的人 你会看到 颜色 logo 你自然之后就是PP 所以标这个款 很符合的 这个不是很传统的 pocket watch 要打开个盖子 这个没有 这个是open face 就这样看到 其实后期的 pocket watch 已经很多做open face 打开过的 那些是比较早期的 所以做 pocket watch 我觉得很特别 它的起跳 是38,000 就挺划算的 你38,000 买好的话 而且 纸盒齐了 这次性价比的标 这么大部分 或者很多 都是竹白 竹白的手标 其实在市场上 是属于少数的 因为第一竹白是贵 比白金黄金还要贵 而且用竹白去做标 通常是限量版 所以价钱又会更贵 所以如果能够在 auction market 找到这样的价钱 竹白 我觉得真的很划算 有一种 竹白来这么巧的 就是 GLC EGALC EGALC 哪里有什么卖点呢 就是春宫DAL 春宫来说 其实要知道 春宫这个概念 其实很受到 market的欢迎 但是无奈 你又发现到 品牌好像做少了 雅典据我所知 已经不做了 Bronpant 要 special order 要 bespoke 即是价钱非常高昂 而这一款 虽然它是不能移动的 因为说到雅典和Bronpant 它是用三文功能去做的 所以它移动得有动感的 但这个就没有一幅画 而是enamu 特别的地方是 它有一个按针 你可以拧折的 好像窗面布 这样 拉起来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 正常的Dial 有品牌的logo 有index 所以这个标 是有两个Dial 或者你不要扭开全部 扭开一半 也可以 你看到旁边的index 所以是很好玩 很好玩 如果价钱是26万起跳 你说这么贵 如果用这个标 来衡量 一点都不贵 首先它是竹白金 限量三个 还有enamu 春宫 这些这么独特 不是那么常有的 题目来说 这些的加分 已经可以令到 那个价钱上升 所以我26万能买到 就很划算了 我喜欢 不代表我买得起 记住 我喜欢 不代表我买得起 今天买不起 你难道我将来买得起 手上我会介绍这张标 Cronograph 计时标 5070 一个是5004 是计时标 再加上万年底 本来我很喜欢 这两张标 机芯 不是PP自己原厂出的 是Lamani的厂出的 Lamani的厂出的 Lamani的厂 其实是补机的厂 因为那个去年代的时候 很多品牌 是有in-house movement 包括PP 用别人的机芯来做手标 不是一件什么不好的事 因为这些品牌 走过这么多年 那些肌肉又可靠 和Lamani是属于高级的机芯 不过 PP买回来之后 都会做回规格 打磨、finishing 做回全电阀的水准 甚至结构上 有些改动也不一定 为什么我这么想说 5004 这个功能 很厉害 这个功能就是 万年历 再加一个speed chronograph 追尊功能 今天来说 是属于boy size 或者很小 女生戴的 不是男生戴的 这个案件 只有37都不够 你想想 这么小的壳 能够装着这么复杂的机芯 我觉得是不容易的 不像今天 这些标 人40 41 都加入同一样 我觉得以前 是难做很多的 还有一个原因 为什么我想说这些标 蜜蜂尾不剪袋 价值是可以高 10个 20个 30% 都不定的 所以千万不要剪 剪了就不一样了 但正如我经常说 标是用来戴的 不是用来拜的 当年我做拍卖行的时候 我在台湾收了一只一模一样的标 不过是白金 结果当然是卖得好价钱 应该不用说了 而当时那些标 是剪了套 是可以戴的 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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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 和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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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ash 卡TA 卡TA基本上它的款式在一手市场卖得很好 但在2nd市场真的一般 但是Krash来说很另类 是卖得非常不错的 之前看过艺术那一集 讲过卡TA的 究竟是Dali做还是怎样 今次我在拍摄行中遇到它 为什么要讲它呢 两个原因 我很少看到Krash会用竹白金去做 通常是红金和白金 竹白金真是少之有少 第二点就是它的结构是红色 红薄 它是衬托 所以这个款式在市场上 真的很少看到 我觉得一定是必须的 一定是要求品牌 是Taylermade给客人的 以及Krash来说 我经常说 是卡TA其中一个最标志性的款式 我也很喜欢它 我发现一件事 我发现有男生会戴它 其实男生戴它 其实不会很小 因为它是长的 所以也有一种型格 我发现一种风格的 我觉得现在的标志性很重要 连这些标志性是女装的 现在也有男士的配戴 除了Edmos之外 还有一个品牌的钟 我很喜欢 就是Kartier的Mystery Clock 而今次Kristi的奥兴里面 竟然有一个座钟 简直是一个品牌的 真的很喜欢 有Block Crystal Emerald、Diamond 它组成这样 所以有这么多重量 为什么叫Mystery Clock呢? Mechanism 你可以看到 这么通透 一个Rock Crystal 是天然的水晶石 你看不到 那个时分针 周边有任何机器的零件 部件去推行 为什么这么神奇呢? 而这件事 也是属于Kartier 除了Krash之外 我个人认为 是非常有名的 是很代表到Kartier 就是这个Mystery Clock 而其实品牌 现在也有去做这类Clock 但是 已经是没有那么规模 那么具认的了 你买Auction的手标的时候 你自己要承担一些风险 我又有哪些 私房拍卖的小感浪 对于Potential Bar 对于Potential Bar 来说 可以看Auction Towset Condition Report 一定要看 Condition Report 如何呢? 就是专家看到什么 就说什么 有碗 有碗 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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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要看清楚 Condition Report 如何写 有碟 有碟 Mint Condition 还是New Old Stock 也会告诉你 这是一个很中狠的报告 当年我买了一只 Bronpan的春公标 是Unit Piece 我自己在报告上 我记得很清楚 标是坏了 说得很清楚 结果标也有60万成交 因为来看标的人 来买标 我认识有师傅 会去维修 有些情况下 标坏 还是不坏 行不行行不行 我们会说 但是不会分到标 走多了 走多了 走慢多少 我们不会再说 到Auction 展示的地方的时候 你可以真的 要求对方 拿标给你看 上手 去配戴 就算你去到 2523 都可以 不过可能有个专家 在这里介绍给你 因为标比较独特 价钱太高昂的时候 不是随随便便拿给你看 不是不给你看 不过有专家 在这里跟你讲解 就算你说 我买不起的 你也有机会见到你真身 所以就是看一个很好的 Medium地方 一个途径 让你见到很多 一些见不到的东西 一些叫珍修百味 不过有一件事 想提醒大家 不要以为 我去到展示 你开放的 我拿哪些标 你都拿给我看 我就在这里玩 在这里教 有点提醒大家 真的 要尊重每一只手标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些标 不是属于排卖行的 是那个客人 是拿出来寄 那譬如说 那些三问标 或者字名标 或者是万名标 或者什么的手标 是complication来说的 可能那个本身的owner 都不是经常 在那里拉来听三问标 但是因为拿出来的时候 每个都要听一下 那些可能 那几个展示 可能拉了几百次了 可能对于原来owner来说 它一年都拉不到十次 是不是 拉得多 不是一只标 但是这些标 始终是这么复杂的标 你拉得多 其实都是有损耗的 所以我觉得 大家拿上手 玩这标的时候 你要小心一点 甚至乎 你可以叫个专家教给你看 无论这标是人家 还是自己 我们都会爱惜这只标 如果大家真的对拍卖手标 很有兴趣 不妨五月来看看 还有有没有机会 你会买到这些心头好 祝大家好运 你回去吧 祝好 对 然后 到初计 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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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煞 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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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奖